台中雾峰特色老眷村光复新村凌晨发生了火警 幸好无人伤亡 只是没有人居住的空屋怎么会突然起火 警方追查之后发现疑似是一名灵性男子乱丢眼底 暗夜中熊熊大火不断燃烧 老旧木造平房被烧得霹雳啪啦响 消防队员货报赶到 在一个多小时扑灭火势 但房子早就复制已聚 无人居住的空屋为何会突然起火 那这边其实半夜的时候这边是都没有人的 那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安全 他们在监控方面就是可能要加强 台中雾峰光复新村这里原本是旧省府宿舍 由市府代管 之后成了清创基地 摇身一变成为了热门打卡景点 只是没想到国有财产署才刚收回管理 打算未来以标租的方式处理 没有想到就发生火警 民众也质疑案情并不单纯 事后警方调约附近周遭的监视器 发现一名男子曾经到过这间空屋 但停留不到几分钟后就发生火警 根据了解这名灵犀男子是名街友 他向警方坦诚曾经在屋内丢弃烟地 但不知道会因此引发火警 而事后警方也将他一公共危险罪 喊送地检侦办 街角知识节台中报道